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 欧美股时间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全面高收 杜奇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结束连续三天的跌势 主要是市场预期 中美将达成贸易协议 利好大市气氛 道指反复向上 最多升过227点 升至26,143点 收市部26,026点 上升110点 升幅0.4% 表普500指数 收市部2,803点 上升19点 升幅0.7% 纳斯大克指数高收0.8% 报7595点 上升62点 接下来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普遍下跌 回控ADR报63.75 跌0.7% 中移动报83.39 跌0.61% 中联通报9.68 跌0.33% 中人秀报22.64 跌0.72% 中海邮报13.56 跌0.61% 中石化报6.74 跌1.09% 中石邮报5.17 跌0.69% 接下来看欧洲股市方面 欧洲主要股市在3月首个交易日全面上升 汽车股上升 欧洲经济数据表现不一 欧元区2月制造业活动超过5年来首次收缩 但德国零售销售上升 失业率仍维持纪录低位 伦敦富士100指数收市报7106点 上升32点 升幅近0.5%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高收近0.8% 报系11601点 巴黎剧指数升约0.5% 收市报5265点 接下来看商品期货方面 又加下跌 美国制造业数据欠理想 市场忧虑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影响原油需求 抵消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减产带来的支持 纽约旗油组段曾触及57.88美元的超过3个月高位 其后转跌 收市报每桶55.8美元 下跌1.42美元 跌幅2.5% 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65.07美元 下跌1.24美元 跌幅1.9% 接下来看金价 金价偏远跌穿1300美元的关口 主要受美元上升拖累 加上市场风险意愿改善 黄金避险需求减弱 纽约期金低收1.3% 部门安市1299.2美元 是超过1个月以来收市最低 纽约期年货金部是1293.823美元 接下来看美元每间 美国制造业数据较预期比弱 供应管理协会2月制造业指数 跌至2016年11月以来最低 一度令美元受压 其后回升 美元指数上升0.3% 报96.459 2月累积上升0.4% 美元兑港元买入价7.8487 日元111.96 欧元1.1368 英镑1.3236 瑞士法郎0.9989 家元1.3286 欧元0.7082 樓元0.6808 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2.76 30年期债券息率3.13 接下来看港股最新情况 五行新指数最新报28,853点 剩38点 国企指数剩42点 11548点 大市成交暂时有70亿 这个环节就差不多 稍后回来就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稍后见 要账Money Hunter提提你 验货黄金买入价1296.09美元 卖出价1296.65美元 验货白银买入价15.2235美元 卖出价15.2741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 Hunter提供